这个女人被荡成稻草人 摆放在玉米地中驱赶鸟类 可没想到头顶的乌鸦想吃了它 找准机会停在它头上 着视它的眼睛 女人无法挣扎 只能静静等待死亡的降临 就在昨天 两对年轻小情侣 自驾游来到此地 正处于青春期的男男女女 和尔蒙爆棚 四人决定去湖边游玩 他们沿着米勒小道前进 闯入一块写着静止入内的草地 四人走在田间小道上 享受着美好的周末时光 路上涂进一块玉米地 他们发现地里有一个奇怪的稻草人 一只乌鸦停在上面提叫 继续前进 他们又注意到路边 有一只乌鸦正在进食 小美好奇地走上前去大吃一惊 乌鸦竟然在吃一根断纸 但他们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 终于到达湖边 阿勇直接脱光了往湖里跳 四人相继入水 尽情享受着休闲时光 丝毫没有察觉危险正在靠近 就在刚刚的玉米地里 一个套着麻袋的男人 在呼喊着救命 他拼命地逃跑 迷失在玉米地里 背后一个手持镰刀的屠夫出现 手起刀落 麻袋男直接去世 惊起一束乌鸦 湖边的四人嬉戏玩 准备返程 小花不想走路 让两男人把车开到湖边 阿勇和阿豪走到路边 却发现车不见了 在湖边听到怪响的小花和小美 赶来会合 发现车没了 谁也被小花喝完了 直接吵了起来 争吵之时 发现远处的玉米地里有人 四人打算翻过铁丝网 进入玉米地 他们绝对想不到 这将是他们一生中最糟糕的决定 阿勇被铁丝刮伤了腿 疼得嗷嗷直叫 简单包扎后 四人继续前行 来到稻草人处 这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里 根本看不到外面的情况 阿豪决定和小花去谷仓求援 留下小美和阿勇待在原地 夜幕逐渐降临 危险也正在靠近 情侣在玉米地约会 就在两人放松警惕时 屠夫突然出现 将男人打倒在地 女孩刚想逃跑 却被锋利的刀片勾住左腿 她疼痛男人陷入昏迷 屠夫将她拖回家中 当她再次醒来 屠夫出现在眼前 当着女人的面积开裤腰带 对不起 没有你们想要的情节 只见屠夫用腰带 捆住了她的脖子 她被勒得呼吸困难 这个女人叫小花 此时正被屠夫绑在椅子上 动弹不得 她愤怒地朝屠夫脸上吐了口老弹 如果有下次 她应该会后悔这样做 屠夫被激怒 人狠话不带 从一旁拿出针线 直接缝住了阿花的嘴 阿花被疼得嗷嗷直叫 屠夫可忍不了这喊叫声 直接一拳把她捶晕过去 再次醒来 她发现阿豪被绑在了对面 屠夫准备给阿豪来一针麻药 以免她醒来反抗 阿花忍着剧痛 挣脱缝住嘴的线 拼命呼喊 让阿豪醒来 没想到屠夫直接掉转针头 扎在了阿花的脖子上 她瞬间失去了意识紧接着 屠夫将麻袋套在了阿花的头上 就像玉米地里的稻草人一样 月落无体 从傍晚等到深夜 在玉米地里的小美 见二人迟迟未归 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环视着漆黑的玉米地 不停呼喊二人 突然一只手从背后伸出 捂住了小美的嘴 原来这是屠夫的儿子 但她没有伤害小美 并告诉她 想要活命就跟她走 她带着小美偷偷回到了木屋 木屋门前摆放的正是他们的车 在屋内 屠夫的儿子向小美透露 她父亲把闯进玉米地里的人 全都杀掉做成了稻草人 小美震惊 谈话间 屠夫突然回来了 小美赶紧躲起来 她眼睁睁地看着屠夫父子二人 把受伤的阿勇捆在椅子上 小美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祈求自己不要被发现 男人被绑在凳子上 屠夫用钉子 将她的手臂和木桩固定在一起 男人拼命挣扎 却无济于事 躲在角落里的小美不忍之事 她想救自己的朋友 她大喊一声 从角落里站起来 屠夫剑刺 丢下了手中的锤子 朝小美走过去 小美背后藏了一把螺丝刀 准备一刀了结这个恶魔 慢慢靠近 快速出手 结果被屠夫单手接住 直接打晕过去 醒来 小美被捆在椅子上 即将被做成稻草人 这时 屠夫的儿子手持砍刀出现 小美苦苦哀求 屠夫儿子手起刀落 直接帮小美割断了绳子 帮助她逃跑 不曾想被屠夫当场发现 儿子恳求父亲放过小美 屠夫却无动于衷 小美趁机逃走 虎毒还不四字 结果屠夫比老虎还狠 直接一刀扎在儿子脖子上 儿子当场去世 另一边 小美再一次跑进了玉米地深处 发现一个稻草人 取下头套 是小花 这惨状 吓得小美连连后退 还是逃跑要紧 路上 小美又遇到一个稻草人 她慢慢靠近 以为还是朋友 没想到稻草人直接朝她扑了过来 原来这是屠夫 她掉头就跑 没跑多远就摔倒在地 屠夫追了上来 小美反应及时 一钉子扎在了屠夫脸上 又狠狠地给了她击脚 继续逃跑 她发现了被做成稻草人的朋友 朋友痛苦地哀嚎着 小美打算带她一起走 这时屠夫再次出现 一把将小美撂倒 死死掐住她的脖子 就在要窒息时 稻草人朋友大骂屠夫 屠夫反手就是一棍子 直接将她戳死 小美成绩再一次逃跑 这一次 她终于跑出了玉米地 可是不慎摔倒在了路边 腿骨折了 她看到路边的车上有人 缓缓地爬向路边 拼命地大喊救命 可车内的人毫无反应 小美离背救救一步之遥 屠夫出现 又把她拖进了玉米地 第二天 小美被做成了稻草人 插在了玉米地里 任由捕食的乌鸦着食 静静等待死亡 影片的最后整个玉米地里 匿匿麻麻插满了稻草人 屠夫的罪恶还在继续 这就是电影 稻草人的全部内容 好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